一向火爆的黄冠中,上周五在其微博上载了一篇惊事文章,自曝父亲在他年幼时,用菜刀砍其母,还对妻子猪云洞粗,大骂父亲是色老头,最后向老妇发出警告,要是你敢再令我家人难受的话,我会手认你,若你想再打我妈妈,我老婆,我怕自己会变成自己的杀父仇人。 黄冠中自揭家暴令粉丝震惊,纷纷留言叫他冷静,他写这篇杀父宣言时,正与弟弟黄冠其在美国洛杉矶,黄冠中一只与朱英及女儿黄英同住九龙城,其父则住在大浦村的房子,拒之顺人儿戏的朱英,趁丈夫到美国攻占期间,受丈夫所托,独自去大浦探望老爷子,顺道照顾几只藏骜,期间出事。 身在外地的黄冠中怒火中烧,又不能第一时间反党护妻,愤怒之下写出杀父宣言。 美美娱乐资讯为您整理报道。